Hello 我是金融老師 我們在了解了基本的指數率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運算所謂的單向式 乘以單向式 這是多向式處法的一個馬步功夫 我們直接來看 這邊的道指就是乘的意思 因為現在有個X 我們不太 盡量不要用我們早期的乘法的那個Cross 就是這個Cross 那這樣子比較容易跟這個X會做一個混淆 所以我們現在盡量在乘的時候 我們用DOT 當然DOT在高中上 它又有賦予一個另外一個物理意義 它叫做內積 我們之後往後也可以再說 也可以去參閱 金融老師高中的一個數學的部分 那這裡就是X去乘上6 但一般我們會把係數寫在前面 所以這時候就會乘上6X 那在這邊值得一提的就是 當1去乘上X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一個X 那但是EX這樣寫是比較 當然是沒有錯 但是大家在習慣上 會把這個E省略掉 所以不會用這個寫法 我們就會寫一個X 所以EG乘上X就是X 就是一個X的意思 這意思多稍微說明一下 那再來以第二個呢 我們就係數乘係數 符號去乘以符號就可以了 所以2X乘上4X 24個8 那XX兩個X連乘就是指數率X2 再來看第三個呢 有個負 小心負是在外面 那外面 但是這邊又沒有指數 所以並沒有下達四方的一個命令 所以我們一樣 就把這個瓜號打開就可以 所以負三分之五的X的平方 去乘上3X 那再來呢 透過一個約分 這邊有個3 這邊有個3 就把它約掉了 這負就在這邊 來負還是1來寫在這裡 這邊有兩個2 X的2次乘上1X 就是X的3次 我想指數率只要夠熟 就可以直接這樣運算 再來這邊 第四個要特別小心的是 這個負號是在外面的 所以負號在外面 也就是說這個瓜號 這個次方影響的範圍 只有在這個黃色瓜號區 這個次方影響的話 特別注意的就是這一個 所以負號我們一樣造型 當然如果快一點 快的話就是8X三次方 我們直接把3帶進去就知道了 3到裡面去就是8X三次方 那這邊呢 因為剛開始學 所以我們寫慢一點 就是瓜號裡面 因為有3次 所以要執行3次的瓜號運算 3次的瓜號運算 再乘上 這個是5次的瓜號運算 那其實建文老師一定考慮 我要寫5次了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幫過我印嗎 我把這邊講懂了以後 大家這邊就自行去理解了好不好 就我們先寫這邊 這邊會出現2X 2X 2X 這邊2X 那這邊我就稍微先暫時寫在這裡 那這邊又負 因為我們已經做3次的瓜號運算 224428 這邊就變8X幾次的3次 所以呢也就是說 我把這個3呢 把這個3跟這個次方 把這一次這一次 3乘上1就是3 所以2的3次方就是8 1乘上3X的3次 所以就直接寫在這裡 那後面的那一個呢 這個部分呢 就老國 OK我們老師了好不好 就是變成就是3的5次方 那3的5次方呢 其實就是3要連成5次 所以3的5次方 再3 這個就是這個 就99 81再乘3 所以就是243 所以就會出現243的X的5次 那剩下呢就是把-243再去乘3 多少 8 所以83 38是24 2 4832 4 382 16 1944 所以-要在這邊 1944的X的3次 在乘3A次的5次 所以這邊原X的8次 我想以上就是單向式乘 單向式乘 單向式一個最基礎的一個說明 就這幾題是最基礎的一個 我們把馬步扎實 接下來我們就會越走越順 好同學們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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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同學們這樣